朱英识对自己大方买300件一度穿一次就丢 对合作员们太高门拼命压榨只给2000元 闯闻这朱英识拍戏的时候有个怪癖 就会一次预定300件汉衫 因为不喜欢穿洗过的衣服 嫌衣料走样 所以呢朱英识的衣服都是穿一件丢一件 简直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看起来朱英识应该是出手特别阔瘦才是 但和朱英识合作的老搭档却站出来指责朱英识太高门 黄云飞当初拍这场戏的时候呢 他被砸了八次 朱英识依然不满意 不是先评次碎了太多 只是嫌利息太小不必针 针到八次 黄云飞的头啊被砸出了血 道气是说没有评次了朱英识才满意 而他头上明明已经受伤了 但是朱英识没有同意让他去医院包扎一下 而朱英识非得让他把后面的戏也拍完才放行 后来黄云飞表示从那时起 他就开始脱发秃挺 可是这么辛苦也没有换来一个高报酬 黄云飞表示要给朱英识拍出电影 片酬基本上是雷打不动 从后来拍完这个少林足球后啊 广告商请剧组的主创人员拍一个啤酒广告 黄云飞说 周星驰派人跟他谈这个广告 包吃包住给2000元的片酬 黄云飞觉得在香港随便找一个背景演员的价格 都比这个高 所以拒绝了朱英识的靠门不仅是对合作演员 对于自己的女朋友也是如此 当年余文凤以财务顾问的身份进入到朱英识的公司 帮助朱英识投资赚了不少钱 幸运当时不仅给余文凤固定酬劳 还曾口头承诺 在投资的豪宅和基金会给他利润的百分之十 算下来应该是应该有八千万 但是朱英识却只付了一千万 直到两人分手还剩下七千万没有支付 最后预言凤不得不和周英识对簿公堂 这周英识的回答却是 情侣之间的完全化当不得真 好家伙一句型话值七千万 也只有行业了 关于此人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你们觉得周英识是一个扣门的人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